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有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就是佛的堂弟 經常想要害佛那一位 他也有一位弟子叫居家裡 我經常找智慧第一 神通第一 這兩位大俄羅漢 智慧第一的瑟利佛 神通第一的穆堅連 跟這兩位大俄羅漢過不去 想要找他們兩位的過失 這兩位大俄羅漢在結夏安居結束以後 他們就出去遊行 碰到大雨 就到一個做淘氣的家裡面去過夜 就住在裝淘氣的房舍裡面 那時候很暗 不知道原來早先有一個女人 已經在那邊過夜了 那兩人完全不知道 結果這個女人晚上夢思不靜 早上去洗 去清洗 結果偶然之間被居家裡看見 居家裡她會看一下 知道男女教會的事 但是她不能判斷到底是夢中還是情形 那麼居家裡就告訴旁邊的弟子 說這個女人昨天男女教會 她就問這個女人昨天睡在什麼地方 她說我在陶詩家寄宿 她說那你跟誰 她說兩個比丘 結果不巧這兩位大俄羅漢一出來 又被居家裡看見 她就懷疑這兩人犯了重戒 那麼先懷疑忌 又看到這個事情 結果就到處宣揚 那麼在這個時候 然後犯天王她想要來見佛 那佛在禁室裡面入定 其他比丘也必防在裡面打坐 那犯天王她想我來見佛 佛入上面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就回去吧 不過她後來又想 佛可能不久就要出定了 那我就還是先等一下好了 結果她就知道 居家裡的這個事情 毀謗這兩位大俄羅漢 她就去勸她敲她的門 說居家裡居家裡 這兩位大俄羅漢心靜柔軟 你不要毀謗他們 你毀謗他們 你自己會受很長夜的苦 接下來問說你是什麼人 她說我是犯天王 她說聽說你得了三果 阿娜喊就是三果 那你為什麼來 翻天王就跟她說 無量法欲良 這本來海水不可斗糧 對不對 那你自己是不知天高地厚 還認為你看象 就能夠看穿這兩位大俄羅漢的行為 兩位大俄羅漢的心 事實上這個是不對的 不應以相來衡量 無量法欲良 就像沒知識的人 自害其身自取滅亡 那麼犯天王跟他說了這話以後 又去見佛 佛讚嘆 範天王說你這個祭聰說得很好 讚嘆他以後 範天王跟佛請安以後 他就回去了 後來居家裡 他去拜見佛 佛就告訴他 這兩位阿羅漢心靜柔軟 也勸他不要毀謗他阿羅漢 居家裡說 我雖然對佛所說的話 不敢不相信 但是這兩位李秋啊 是我親眼所見 我定知二人真實行不盡 佛再三地勸他 他也不接受 後來居家裡就回去了 回到他的房中 全身就長瘡 開始就像那個戒指那麼小 慢慢如豆如藻如瓜 突然整個就爛壞 如大火燒 就大聲的哭叫 就在當夜死後 入大蓮花地獄 大蓮花地獄 這個一樣 我們到第十六卷的時候 還會再談 那這時候有月範天 晚上來就告訴佛 居家裡死了 又有一個飯店說 他死了以後 墮大蓮花地獄 佛借這個機會 跟其他的大眾生開示 你們知道 居家裡所墮的這個大蓮花地獄 到底它有多長 比如說 我們不知道啊 希望佛能夠解說 那因為這個壽命太長太長了 這個地獄時間非常的長 佛就用比喻 有六十壺 壺馬 壺馬就芝麻 芝麻很小對不對 不必說六十壺 光這個小杯子 你看裡面有幾顆小芝麻 對不對 有人經過一百歲以後 才取這麼一顆芝麻 你看如果說一百顆的話 一百乘以百就已經一萬了 還沒完 那把這個六十壺的芝麻 不是一直取 但是過一百歲的時候 才取這麼一顆 這樣子六十壺的芝麻 取完之後 那麼阿佛陀地獄 受爆的苦 還沒窮盡 我們請看角柱九十七 這有談到八種地獄 這八種地獄就是八寒地獄 我們上面這裡所說的 阿佛陀地獄 這個還是第一個地獄而已 這個壽命還算短的 然後一直到最後 第八 摩河波陀某地獄 摩河就是大 波陀某就是蓮花 大蓮花地獄 這其實就是八寒地獄裡面的 第八個 第八個 那我們回來看中間的本文 這樣子二十個阿佛陀地獄 那才是第二個 寒冰地獄的壽命 一樣在一直輾轉增上 到最後 這二十 二十個第七個 分佛陀加地獄 中間的壽命 才相當於一個大蓮花地獄 也就是摩河波陀某地獄 那麼聚家裡 他就是墮在這個大蓮花地獄當中 他墮在地獄當中 初幾大蛇 用百丁來盯他 用五百聚的 耕地翻土的農聚這個梨 來耕 耕他的蛇 因為他惡口 妄語 所以現在主要就是對這個 舌頭 不斷地給他折磨 耳時 世尊就說一首祭頌 浮世之聲 就是人 出生於世間 結果呢 他嘴巴 不說好話 輔在口中生 就是嘴巴望語 就像立斧一樣 造出商人 其實商人最後還是 凡是斬其身 都是因為他惡言所致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講 兩眼一句山東暖 惡口商人六月寒 我們一句好話 有人感到溫暖 山東 冬天感到很溫暖 可是惡口商人 六月寒 我們刀子割傷 還容易痊癒 可是言語傷心 傷了人家的心 有人就很難消 所以應該賀斥的 卻反過來 妄語讚嘆 應該讚嘆就賀斥 口疾諸惡 終不見樂 心口厭生惡 多尼羅福義 尼羅福義就是第二個寒冰地獄 聚滿百千世 受種種的毒苦痛 再來 若生阿福陀 阿福陀是第一個寒冰地獄 聚滿三十六 這個有的角度說三千六 更別有五世 別的說三世 接受諸苦讀 這個三十六也好 或者五世也好 都在形容 它在地裏面 的那個時間 時間 因為祭誦文句也很短 這個祭誦正好在荊棘的第六百六十祭 也有類似的祭誦 那荊棘裡面 它提的更長 就是十萬 又三十六 很長很長 這樣的時間數字 還有一個五大 一個 時間的單位 總之 就是說它墮地獄 寒冰地獄 時間過了很長 受很長時間的苦 心一邪見 破賢勝雨 如竹 就像竹子 生食 竹子本來是空的 對不對 結果呢 本來是空心的 你硬要說它是食心 那等於是無中生有 像這樣子 居家裡 他毀謹 大羅漢 無中生有 本來竹子是空的 你硬要說它是食的 自毀其形 或者竹子 竹子本來不開花 一開花 大概也差不多了 像這樣子 心生懷疑毀謹 所以是決定 即使人家勸說 你不要 不要這樣子毀謹別人 但是他起極硬心 亦是妄語 妄語人 乃至佛語 像佛勸這個居家裡 可是他還不信受 連佛勸他 他都無法接受 只好去受罪了 以事故不應忘語